欢迎来到话题面对面单元 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 委内瑞拉动荡的情势 委内瑞拉总统闹了双包 现任的总统马杜洛 跟临时总统瓜伊多 各有强权在背后支持他们 而委内瑞拉也成为 世界强权的一个角力的战场 并且还导致人民生活更加的困苦 那么在现在还更面临着 全国大停电 许多人民没有水电可用 甚至还有病患 没有办法进行治疗而死亡 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 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研究员 严正生教授 再度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做分析委内瑞拉的情势 老师我们想知道 我们今天要关心的是 这个委内瑞拉 目前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委内瑞拉它的石油蕴产量 是全世界的这个第一名 那么现在却竟然会民不聊生 那么甚至还发生了 全国的大停电 这个背后各有做阴谋论 在想为什么一个这么 石油蕴藏这么丰富的国家 竟然会有这个大停电的 这种事情很离谱 那么大家都认为说 一切的主因就是因为 委内瑞拉现在的这个总统 闹了双包 这个双包案的原因就是 反对派是不满这个总统 马杜洛 那么反对党的领袖 他就是变成为临时的这个总统 老师请您先到我们了解一下 目前委内瑞拉的这个 他国内的政治现况是如何 马杜洛大概是去年选上中 在年任总统 可是大家都认为这个选举 是有些舞弊 有些不公 但也好长 就是说如果你生气抗争 怎么会等到 这个今年年初才开始比较加速 然后反对党才会推出 这个Guaito做他们未来的 这个临时总统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 但是大概原因不仅是 就是说马杜洛去年年任 有一些这个舞弊的情况 但更重要是年任到现在 他没有解决到 委内瑞拉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通货膨胀 他们说是大概有130万倍 就是你知道那个通货膨胀 就是对委内瑞拉这样的一个国家 就是过去长期在南美洲 算是一个比较先进一点的国家 然后他的民主曾经也是不错的 从1958年 那时候我们看他 最后一次的军事政变 到2000年左右 在这个 跟其他的这个南美洲的国家相比 比如说巴西 阿根廷 智利 60代 清零代 秘鲁 这些都发生军事政变 所以他还算是一个 不错的两党政治国家 但是现在不行了 所以这个大概是让人民也觉得很失望的 就是政治变成一个独裁的 然后这个经济变成一个通货膨胀很严重 然后又有很高的失业率 然后他们当然刚刚主持人讲 石油是印藏最丰富 那过去石油是到一个地步 就是石油是比水便宜的 你想想看它不是沙漠 它不是像沙吾地 它是就是一个而且面临两个海的 是 面临这个加勒比海 所以应该不是一个缺水的国家 但是它竟然水是比这个石油还要昂贵的 所以它石油是非常便宜 我有认得工程师在那边工作的 但是后来治安也不好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到最后你就发现 老百姓大概会觉得说 我们怎么选出一个政府 有这么好的丰富的石油蕴藏 到最后的结果是 不断的这个GDP往下走 马杜罗最近执政这六七年 都是在马杜罗执政的这些年 才有这样的一个人事经济 所以这个查维茨他的前任 也因为石油价格好的时候 那个经济成长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 这就是大部分石油蕴藏国家 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石油价格好的时候 你怎么做预算 你是以一桶 譬如说已经到了120块 你说那我们保守一点80块钱 明年的预算 就怎么知道 他的石油价格到40块钱 那你哪来的钱 所以就马上又变成债务很多 所以这个大概是 委内瑞拉所面临的问题 就是现在的石油价格 确实也不好 所以他们也是负债累累 这是委内瑞拉现在的情况 那么在国际间 对于委内瑞拉的态度 是分成两派的 我们知道欧美方面 是支持这个临时的 这个临时总统这个寡斗 这个年轻人这样子 然后呢 但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他们只是支持旧的势力 就是原来的马杜洛总统 那么委内瑞拉现在看起来 变成这个好像是两大强 这个强权之间的一个角力的战场 那我们想知道为什么 委内瑞拉 他这个分别这个美中俄 这些整个世界强权都分边站 分别支持这个寡斗 或者是这个原来的马杜洛总统 除了委内瑞拉 原有了这个很丰富的石油 蕴藏之外 他们到底涂的是 我们看拉丁美洲 大概在21世纪初期 我们说有个拉丁美洲向左转 对不对 所以很多国家都变成左倾 但是最近这一阵子 又很多又转回右边了 那仍然在左边的 还是就是我们的老牌 左翼政权古巴 像尼加拉瓜 然后还有一个玻利维亚在现在 这些还在承认维内瑞拉 就他们是我们南美的左翼兄弟 但是其他南美洲的大国 包括巴西 阿根廷 他们都已经承认 这个乖斗的政府 所以然后如果我们再看 世界的强权 欧盟 欧洲的国家 跟美国 加拿大 都已经承认乖斗了 但是俄罗斯 中国 伊朗 土耳其 他们是继续承认马杜罗 那我觉得说 第一个当然俄罗斯 他们是一定要跟美国抗争 中国传统上面就是一个 不喜欢干涉内政 就是你今天选出来 总统是谁我就接受 所以你不可能去换 去承认一个临时的政权 它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 这是中国长期的一个传统 不干涉内政的 那土耳其跟美国也是不爽的 伊朗也是不爽的 所以他们继续承认马杜罗政权 同时也放出来的讯息就是 你不要想制造 我们国家内的反对力量 想把我们给推翻 因为我们不会接受这种情况 所以大概是这个情形 就是欧盟也好 或者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国家 美国加拿大 这些就是朝着人权 朝着民主什么这些 以这个为理由 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过去在拉丁美洲 经常用这个为理由 来干涉内政 甚至发动政变 专门干预内政的吧 帮忙 而且甚至还帮忙发动政变 是是是是 美国这个对于 当然就对于这个中南美洲的着力 非常的深 就是大家都知道 它的后花园 对 美国对委内瑞拉着力是最深的 不只先前的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我们记得这个波顿 他故意 这个在一个所谓的记者会当中露出了 他这个美国要这个派兵到这个 维内瑞拉的邻国 哥伦比亚 对 故意把那个鞋的 随时随便被借进 派兵多少万 然后故意把那个数字露出来 对 他打算要武力介入 那么现在美国国务院 更且下令美方的这个人员 要撤出委内瑞拉 好像在做撤侨 撤这个的一种准备 老师依照过去美国曾经出兵过的 这个巴拿马 格雷纳达来看 您觉得美方这次会采取军事行动 真正去干预维内瑞拉的局势吗 美国过去处理的 大部分都是中间 中美洲的小国一点 比较弱一点的 比如说包括瓜地马拉 这些他都以前都有 甚至这个多米尼加 这个加勒比韩 他比较没有办 真是亲自出兵 就是他帮忙发动政变 就是1973年最出名的智力 这个Allende被刺杀 然后我们看到皮诺起上来 那就是完全CIA主导的 然后当时的季星级国务卿 还讲了一句名言 他说我们不能坐在这里 看到共产党上台 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不负责任 他们人民不负责任 就是自立左派 人民按照民主选举权 最后共产政权 那在季星的眼中 那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们要帮他们忙 把它推翻 这是美国一向态度 但你看到智力稍微大一点 他就不直接介入 所以我不认为今天 他集结在哥伦比亚 会直接进军 维内人 他唯一有可能做的 又是像过去雷根 在搞尼加拉瓜一样 就是我支持你的叛军 但现在好像还没看到有叛军 现在只是民主抗争 那这一点我又要回到 讲说很多人觉得 马杜鲁政府很糟糕 我说马杜鲁政府 如果真的这么糟糕 人权这么坏的话 那为什么瓜一斗 还在他们国内啪啪噪 还没被抓起来 第一个没被抓起来 第二个没有躲到美国大使馆 什么庇护 第三个还出过国又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就表示说 好像马杜鲁也能够忍受 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他不断控告 认为说瓜一斗 就是美国的傀儡 包括就是说 他甚至有怀疑说 瓜一斗有在发动一种政变 就美国在背后搞政变 将要把它推翻 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来看到 美国现在的一个情况好了 这个我们知道说 这个二月底 那个最热门的 全球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川金二会 在越南登场 但是确实没有达成 任何的协议 就好像是草草的结束了 这个午餐 午餐都没吃 好 外界现在就把这个眼光看到 原本说是三月底 要进行的这个川席会 那么之前曾经传出三月底要举行 结果现在又有传言就说 可能是变成四月才有机会 川席会上场了 那么川普总统他也表示 表示说他是希望说 认为美中未来是非常 有很好的机会 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贸易协议 但是呢 他也不会仓促行事 那么他也希望说 能够跟这个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来会面 能够来敲定贸易协定 但是呢最近《纽约时报》又指出说 大陆方面现在其实是对川普有所疑虑的 他们也很怕说 你会不会就像你对待金正恩这样子 就忽然给我拂袖而去 我这个堂堂大国怎么可以容许你这样子 所以他们对川普有疑虑 所以那个川金会现在可能会停摆吗 那么主要是就是大陆很担心嘛 就是说这个川普的态度这个摇摆不定 老师您觉得有可能说 这个川普他可能会以对待 金正恩的方式来对待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吗 我觉得大陆在这个操作外交上面都是非常细腻的 比如说上一次习近平到美国访问 他是先到了芬兰 就是说我不是专程访问美国 那这一次是意大利 所以但是如果你今天美国给他一个叫做state visit 正式官方官司的访问 那他可以接受 可是看起来川普好像还是跟他要在 佛罗里巴马拉郎见面 而不是在华盛顿DC 所以我觉得大陆方面也会可能有一些要求 那美国也不愿意妥协 所以看起来这个会继续言一下 但是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看最新的一个农业报告 因为现在刚开始春季嘛 美国种大豆又是非常高的比例 那种出这么多大豆 大陆不买的话就很麻烦 所以大陆大概也看清楚 今天美国农民种了那么大豆 然后仓库里头都满了 我们知道大豆还跟玉米还有一个好处 至少它就是像我们的米嘛 可以儲存在骨仓里头 可当你骨仓都满 那个美国那个中西部不是很多那个 大像烟囱一样那个silo 如果那些都满了怎么办 所以大概还是希望大陆能够多采购美国的大豆 这是美国农民期待 那这也是川普未来在这个中西部明年选举也需要的 所以大陆是看到这一点 所以大概立场也比较坚持 就希望美国把这个整个的贸易制裁给拿掉 是是是 我们现在来讲到说美国政府它原本是预定在三月一号 它对于中国大陆本来是有这个中国的产品两千亿美金的产品 它的关税要从10%要调到25%这个惩罚性的关税 不过现在现在税率还是维持在10% 那么也去确认了川普宣布的停战期的延长 这个Grace Period继续的这个延长下去 老师您觉得说川习会是不是真的有机会让双方真的可以 未来可以停止这个贸易战呢 那么双方的核心利益是真的已经达到可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程度吗 我觉得就是说美国是拿到了一些理智 那大陆就是挽回了一点面子 就是说没有被成为制裁的对象 我觉得这个是够的 那大陆当然就是说在很多地方 包括高科技产品的未来的一些开放 或者是说技术不能要求美方一定要转移 这些大陆会让步智慧财产权权 我觉得这些会让步 但是有一些控告大陆的立场 譬如华为这些什么 这个介入美国的选举这一类 大概你再去控告大陆 大陆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一方面 就是大陆这个面子是拿到 觉得说第一个美国已经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往后延了 但这个一延我就觉得说是比较难再恢复了 就是要不然就再延一次 要不然就是取消了 就不会再延 就是不会 也就是说这个官社不可能 惩罚性官社不可能再往上 再往上再调到25 而且美国自己国内的 这个保守阵营的也不见得能够接受 包括他们的股票 华尔街这些东西都觉得不好 所以现在有经济专家指出说 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 其实最终美国发动的美方 其实是个输家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 就是也是 因为川普当然是共和党支持 那共和党就是说 除了你这个基本教育派 这些民粹的人之外 还有一批是做生意的 华尔街的 那问题是华尔街最不喜欢 就是不可预测性 那川普呢自己把自己的不可预测性 当做是他的资产 可是在股市啊 在这个经济里头 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不可预测性 所以就是现在大家本来就是说 这个川习会即将上场 股市大涨 现在是川习会可能又延到4月份 现在就是股市 美国股市也不要涨跌互渐 大家不知道该如何就反应 那么就像是说这个美中贸易战 现在就算是说 如果未来中美达成协议的话 竟然发现对于亚洲地区的国家 像台湾 一直夹在这个夹缝中生存的 在美中贸易大战当中夹缝生存的台湾 经济也受到影响 马来西亚也受到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一旦美国跟这些 就是跟中国大陆 没有一个惩罚性的关税的时候 那我们其他跟美国之间 可以进行正常贸易的 就变成是我们的对手又变强了 本来我们对手被打趴了 对 结果现在又变强了一些 所以这对我们还是有些冲击 如果说他这个 就是美国这个贸易 如果达成协议有谱的话 这个半导体 台湾的这可以是说 整个世界的半导体重镇 就是受到了蛮大的影响 因此台湾的GDP 因此会下降1% 一个百分比 哇 这个蛮高的了 马来西亚下降0.7个百分比 对 所以这个给亚洲地区 在夹缝中还是都被 因为原来我们常常说 包括像美国 第一批的关税对钢铝 那都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就是我们台湾也是被打了 韩国也被打了 那这个大陆也被打 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假使原来我们认为说 大陆会被美国寄出 更高的关税对我们有利 现在就没有利了 是是是 好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川普的 跟川金二会 二月底在越南 是空手而回 现在南韩就有媒体报导说 北韩为了对应对 美国的斩首攻击 他现在把这个核飞弹的设施 竟然是摆在一般的 这个民间的设施的附近 分散在民间的设施 设施附近 而且并且在北部 跟大陆最接壤的这个地方 边境建设的一个洲际导弹的一个基地 那么好像现在有相关的这个证据 都陆陆续续的被公开 老师我们想要知道说 假如北韩它是真的没有 契合的这个打算 那么对于美国跟大陆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因为过去川普总统 对于北韩做了这么多的协商 现在不是给他打脸吗 中国大陆乐于见到川普总统被打脸吗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美国跟这个北韩的这个谈判当中 一看到提出这个所谓的CVID 完全的Complete 然后Verifiable 就可以去查证的 irreversible 无可逆转的 denuclearization 然后去核 但是你知道美国当时跟在冷战期间 跟苏联的这种核武谈判的时候 一开始是什么 一开始是说我们有好多 但我们不要搞一个限制 Limitation 对不对 那个Salt S-A-L-T 那个L就是Limitation 就是说我们限制你有500了 我们限制以后就不要超过550好了 这是第一波 这样子谈判的 就是当你拥有核武 不断发展 不断增加 说他说我们搞一个天花板吧 不要那么多嘛 对不对 我们就现在拥有的 可以把全世界扎死好几次 不必那么多 好那是第一个 第二段才到那个Reduction Talk 就减少 美苏谈了四五十年 四十年都没有谈到什么 废调 只是Reduction 减少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你凭什么会认为说金正恩 一次就答应 就完全走向废核 而且金正恩是牺牲了老百姓的肚皮 这样子努力发展出来 你觉得说要他一次完全拿掉 而且要销毁 他也对不起他老百姓吧 所以我认为美国应该是谈的是 先有一个天花板 然后第二个最重要应该是减少 让金正恩不需要再发展新的 但是一旦今天他们这个 没有取得互信的时候 那金正恩想说 我现在的核武设施 全部零边等等 你都知道 你可以来查证 你可以毁掉 那我干脆再搞几个 不太隐秘性更高的 那未来你不一定知道的 否则的话我今天我这些技术 我这些原有的这些核武 难道真的是要毁掉吗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的一个事 那么这个中国大陆 对于金正恩跟美国之间的 这个去核的这种态度 到底是如何 中国大陆是希望金正恩比较乖一点 还是做到去核化 还是保留一个让中国大陆 可以有一个着力的空间 我觉得中国大陆最希望就是说 你金正恩已经证明你有核武了 你也证明你有这个洲际飞弹 可以了 不用再试射了 不用再试爆了 在国际间你已经试一个 你已经试了 好了就是试一咖了 那就不用 这个对大家都有利 可是如果金正恩又开始 这个试射飞弹 那当然对大陆不好 那对大陆也不赞成 王毅也讲过 他完全不赞成这个 他就说 他讲的是叫做 双方的互相让一步 对不对 所以但是呢 他今天我们看到 他金正恩会躲在靠近 中国大陆边界弄一些东西 就表示说万一我有什么东西 我希望中国大陆能够 美国如果把金正恩的 所有的核武都毁掉 他至少可以靠大陆 那边还可以恢复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回头看看在美国 川普总统 他其实在美国国内的日子 也不是太好过 自从这个二月 他几乎每天都不好过 但是他天天过 而且天天狂言 狂言 照样狂言 对 他从这个川普 川金二会 就是草草结束回国之后 当然就是在国内 而且当天民主党很不给面子 就是传讯他的私人律师 Michael Cohen 是 而且他后来在共和党的一个gathering 也是狂骂 也是有点失控的骂 那么在现在民主党所主导的众议院 对于川普更是发动了铺天盖地的攻击 想要搜证展开调查 看看你这个川普总统 你是不是过去 曾经是否真的涉及了妨碍司法 贪毒 滥用职权 希望能够对于川普总统 来对他进行弹劾 找到一个新的市政 那老师请问一下 那现在众议院这些共和党 不是民主党所的动作 真的就是完全是看在2020的总统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提到弹劾 但众议院的议长裴洛奇 是根本不要弹劾 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 培洛西的态度 他是不想抬劾 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众议院 包括民主党 都民主党主导 就是说他要想要这个弹劾川普 这是为了2020的总统大选 但是我也 培洛西确实觉得说 他是众议院 他是这个美国国会三庄 最有权利的女性 在目前美国的这个hierarchy 权利当上第三名 第一名总统 第二名副总统 第三名众议院议长 第四名是国务卿 第五名是总长 检察总长 第三名 这是美国最有权利的女性 她竟然是说 她是民主党 她是说她不赞成弹劾川普 为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说你今天发动了众议院 要投票通过弹劾 这个可能一定不会过 民主党要占多数 但参议院那边 你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 是不会过的 很难过 但是万一真的过了 那更麻烦 上来的是这个彭斯 彭斯可能对更麻烦处理 因为彭斯跟这个裴洛西有过节 裴洛西一上任之后呢 就把彭斯在众议院的办公室给撤掉 请你搬出去 因为这个是之前的众议院议长给彭斯 当然那时候众议院议长是共和党的 他特别给彭斯副总统留了在众议院办公室 因为历史上只有副总统只有在参议院有办公室 他特别为了对他示好 特别给彭斯副总统在众议院一个办公室 但是后来没有想到 后来是裴洛西 这次改选 变成了众议院议长 请你出去 如果你看2020 川普问题多 对民主党来讲比较好打选战嘛 如果是彭斯上来了 第一个彭斯搞不好 第一会特赦川普 那下面就没办法去追了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 因为如果说今天你继续追打 你看他们众议院里头有五大委员会在查川普 包括政府的运作委员会 包括这个财政委员会 包括这个司法委员会 甚至筹款委员会 这是唯一能够来调查川普的这个报税记录的 他们也要来查 外交委员会也要看说 你也没有跟这个俄罗斯有通俄门的问题 所以很多都在做 如果说证据确凿 然后穆勒的报告出来 非常对川普不利 好像你还是必须要有这个动作 那你弹劾的时候 那参议院的共和党员 可能也没有办法来说盲目的来挺川普 那这个时候万一把他真的给搞下来 更麻烦对国家 对民主党的选情不见得是好事 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其实裴洛西这位 老狐狸啊 是吧还七十岁 七十八岁 还这么漂亮 对对对 而且有五个老谋生产 五个孩子 是是是是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那其实我们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就是 这个川普总统他对于在边境逐围墙 他是非常非常的坚持 没错 对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盈洛西 这个当然就是当初这个川普 他宣布这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出来对他的这样大肆的塌法 他们脸色是这个是铁青 这个是难看无比的 那么我们知道说川普总统 他对于盖边境围墙 他一直这么的坚定 那么但是没有想到美国参议院 还是最终终止了川普总统 他发动国家紧急状态 甚至他这个川普自家的共和党 最后也倒戈 对因为他倒戈的四个这个参议员 那两个就是那两位女性 那个阿拉斯加的麦克尔斯基 那个长期跟川普有点 我觉得最近投票都不在一起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缅英州 那个苏森·卡尔斯 他也是比较独立的 那另外两位比较特别 一个就是那个在这个北卡的 这个Tom Tillis 他是自己有提过 他要改造这个对这个边境这个移民法 所以他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他自己有自己的理想 所以他可能没有 但最好我觉得最有原则的是 Ran Paul 就是肯塔基的这个参议员 年轻的参议员 他认为他一向反对政府扩权 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总统扩权 所以他维持他这个意识形态的清纯 就是不愿意看到总统扩权 所以共和党四票一倒 53对47就没有了 但是问题是川普他说 他想要动用否决权 来这个参院推翻了他的这个紧急状态 如果这个总统他真的动用否决权是个什么情况 总统通常不愿意用否决权 但是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非要用 但是当总统用出否决权的时候 就表示说 否决权就是vito vito 一票他说怎样就怎样了 他说怎样就怎样 但是参议员跟众议员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 来反否决他 这个是没有 对不对 不会有 现在你看起来 所以根本就是一票 一票就把他打掉了 但是如果他真的这么做 又有一点点一意孤行 不尊重原来的多数 所以这个他自己要做一个衡量的 好 那我们知道说白宫他先前曾经公布了 2020年整个国家的这个预算案 包括他要大幅的增加了他的军费 而且他还要要求拨款来新建美貌边境这个围墙 还要改革社会的福利措施 那么其实大家很注意 就是川普又再次的要求国会 要给他出钱盖围墙 还要他叫人家国会给他钱盖围墙 可是他还要大幅的删减他国内的预算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 因为他不能不删 就是说今天川普上台到现在 美国的财政赤字到了最高 是所以现在就财政赤字最高 所以这份预算大家看 你根本就是已经会让这个政府关门的伏笔了 所以他一开始都讲了说 美国经济多好是靠他减税 对不起你减税以后政府税收少了 所以就整个的这个预算 整个都增加很多 那最重要的我觉得是 共和党长期以来是被视为说 在政府预算里头是非常有纪律 他们每次都攻击民主党乱花钱 就现在变成是共和党执政 反而是这个财政的赤字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对传统的共和党 或者说对国会的一些议员坚持 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很难接受的 好那现在如果说这个国会在 今年10月1号之前不通过这个预算 预算法案的话 那么政府就可能会再度关门 那老师您看看说这个川普 他如果这么持续 他一直这么的坚定 这么的执着 一定要盖这个围墙的话 那民主党是不太可能答应的 那这样子是不是政府 真的还得关门一次呢 如果再关一次 我觉得对川普的选情更糟 我觉得不会好 就是你今天一关门了 我们看到 就美国人不是一个储蓄的社会 所以包括正常的公务员 就是一被关门了 一张薪资的支票没拿到 两张支票没拿到 马上包括这个什么银行的贷款 房贷车贷一堆就没办法了 是是是 好我们看到那个川普 其实现在也是瞄准了 2020年的这个总统的选举 要为做准备 民主党也是来势汹汹 那当然许多的新秀 也纷纷的表态了 目前表态的有谁呢 包括民主党的众议员欧洛克 他之前的这个 终于表态了 对他表态了 他表现他去年这个 保卫这个德州的政权 可以说这个 差点把这个Tag Cruz给打下来 对 对交出了这个亮丽的成绩 Tag Cruz后来还这个发动 说邀请台湾的这个蔡英文 去访问美国 要求佩洛西来这个配合 好他把这个克鲁兹也给打败了 那成为全冠 吓到了 吓到了吓到了 这个政治老鸟被他吓到了 那成为现在目前这个 全国的这个政治新秀 那他就是表态他要选总统 那么民主党的布局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还有那个最近大家也纷纷在传说 之前的这个民主党的副总统拜登 他也可能会出来脚筑 虽然他已经高龄七十几了 但拜登是这样子 在所有的民主党当中 他是领先的 那可是大家也说 你领先是因为你 大家都认得你 你只是知名度高 知名度高 不见得能够转 转换成支持度 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有医院 那排名第二现在目前是Bernie Sanders 那上次也选过 这两个都是 第一个两个都是白人 然后两个都七十几岁了 好近 所以大家就在看 那其他宣布的包括女性的 像加州参议员Harris 这些或者民主党这个 Amy Klobuchar 这些都是女性参议员 然后还有男性的参议员 Booker在这个New Jersey的 还有像这个西班牙裔的Castro 他过去在这个圣安东尼奥当市长 然后做过这个欧巴马政府里头 住宅的部长 所以一看全部都报到了 包括台湾的Richard Young 所以等于是这个 也宣布 所以有亚裔有拉丁裔 有黑人有女性 全都有 还甚至还有这个南湾 就是圣母大学所在地这个市长 Boutique 他是同性恋 所以民主党的这个代表的族群 包括LGBT 全部都到了 最有意思我觉得是这个南湾的这个市长 他就挑战他们原来印第安纳州的州长 Mike Pence副总统 他说你这么保守的 你这么热爱你的这个基督教信仰 那你怎么可以支持一个天天跟这个 Pornstar在一起的总统 他说 所以就非常的浅诚 很浅诚的基督教徒 Michael Pence副总统 怎么可以支持一个 常常跟这些什么花花公子 兔女郎 兔女郎 这个三级片的 三级片的这种 AD的这些 常跟这些被传说 有这样传闻的总统 还那么忠心 你应该辞职 所以蛮好看的 就是说各种的不同的 民主党的 我说基本盘里头的 各种不同的人物 这次都有代表出来 所以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真的还要持续来 继续来锁定 来关注下去 这个距离明年的2020 美国的总统大选 非常有意思 对非常有意思 我们要持续的来关注下去 但最重要是川普讲了 在这个演说说 I miss you Hillary 好好 但是Hillary已经宣布 宣布不选了 不跟你玩了 对 川普还讲说 在演说的时候 我好想念你 我不想再见你 是是是 好的 今天的会演看天下 我们带你一起深入 抗析了委内瑞拉的政局 以及美国跟中国大陆 所扮演的角色 未来还有更多的国际消息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会演看天下 我是黄宝会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